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给大家介绍HTML5的列表标记,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是OL标记,它是有序列表的标记 第二个是UIL标记,它是无序列表的标记 它表示一组无序的数据在这里面显示 第三个是LI,LI是OL和UIL标记的子标记 它表示每一个列表的列表项目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每个标记具体的定义 首先是UIL标记,UIL是有序列表的标记 当在网页上要罗列一些列表内容时 OL标记提供了一种顺序显示的方法 比如说描述咱们做一道菜的工序时 则需要使用OL标记标志出前后的工作顺序 因为油和酱油的放的顺序是不能错的 简单的说,就是当要前到一些并行内容前后顺序时 使用OL标记,它有一些标记的属性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Reserve的属性 它是显示序号的倒序排序 正序是1到7,倒序是7到1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例子 第二个是Star属性 就是说这个序号从1开始还是从10开始 咱们可以自己的定制 第三个Type属性 它是列表标记的表现方式 默认的是数字显示 当然咱们也可以指定字母或者罗马数字等等 Lie这个地方我给出了Type的几种显示方式 咱们一会儿也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OL标记的使用例子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首先是一个OL标记 Star的属性等于3 说明它的起始序号从3开始 Type等于A 说明它是字母显示 而不是数字显示 下面的Lie是说 咱们做四喜完的这道菜的工序 这道工序因为前后的顺序是不能颠倒 所以这个地方咱们使用OL标记 咱们大家想一下 不可能说是先出锅 然后再把猪肉剁碎 所以一般在这种场合 咱们使用OL标记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UR标记 UR标记是说 当列表内容不强调先后顺序时 我们就使用UR标记 使用方法和OL标记完全一样 仅仅是不显示项目的序号而已 UR标记的写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例子 这里我给出了我喜欢的数据的一栏表 咱们来看一看 首先是一个UR标记 然后每一个L项就是记载着 我喜欢的数据的列表 因为我喜欢的数据是没有先后顺序区分 所以在这种场合咱们使用UR标记 好 我们再看今天最后一个标记 RI RI标记它是OL和UR标记的子标记 它记住了每一个列表的每一项内容 同时它有一个可以设置的属性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就是这个属性Value 它是说当列表标记是OL之后 咱们可以指定每一个列表项的值内容 这里有一个例子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我的成绩表 咱们大家看到 在这个地方 我为每一个RI项设置了一个Value属性 这个在咱们做这个JAR编程时候 更容易控制每一个表项的值内容 今天我给大家还准备了一个LTML例子 咱们来一起读一读这个代码 好 就是这个例子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这个网页也是标准的LTML5的网页 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四喜丸子的做法 我用到了OL标记 接下来是我的喜欢的书籍 也是UL标记 最后是我的成绩表 因为用到Value属性 所以我用的也是OL标记 好 我们先运行这个网页 看一下这个网页实际的显示效果 大家请看 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 一用有三个部分 四喜丸子的部分 是序号顺序显示 我喜欢的书籍 没有前号顺序 所以是点号显示 我的成绩表 因为用到OL 所以也是数字显示 并且里面 有各自的Value值的设置 咱们大家注意看 四喜丸子的这个地方 我把七喜序号由1改为3 咱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请看 四喜丸子的做法 由刚才1开始的序列 变成现在3开始的序列 好 接下来 我再把类型部分也改一下 咱们把它改成字母显示 好 咱们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大家请看 由刚刚的数字显示 变成现在的字母显示 同时因为我的起始标记是3 所以ABC从C开始显示 好 我现在把它再改回数字 同时再加上一个 Reserve反转属性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刚刚是34567 因为我现在设置Reserve 所以是3 然后-1 2 1 0 这个就是反转显示 现在我把它改成1 咱们再看一下 从1开始降续排列 这个就是Reserve属性的使用方法 不过Reserve属性 在咱们实际项目开发过程中 可能应用的场景不是很多 咱们大家只要记住 有这么一个属性就可以了 好的 现在我把它改回来 恢复正常 以上就是今天 为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 已经放到快乐中国服务器上 请大家下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感谢观看